其实在很多地方都会有行人闯红灯的现象 由于行人闯红灯而造出的事故也是屡见不鲜 那么如果行人闯红灯被撞 车主应该承担多少责任呢 如果你开车撞到了闯红灯的人 若能证明你没有过错 则只用承担不超过10%的责任 若是你碰到碰瓷的 能证明他是故意碰撞机动车而造成的损伤 那么作为机动车一方就不用承担责任 因此小编还是觉得 在车上安装行车记录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小编遇见过很多肆无忌惮闯红灯的人 特别是在上班的早高峰时期 大家都在赶时间 因此闯红灯的人就更多了 不只是中国 在国外闯红灯的人也不在少数 其实等一等又能怎么样呢 成都近日出台了在斑马县 汽车应该里让行人的交通规则 但是小编觉得 这让那些闯红灯的人更加放肆了 在此呼吁那些闯红灯的人 当你闯红灯时 你不仅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 更是对家人的不负责任 生命是需要尊重的 何况是你自己的生命呢 别当事故发生了 你才追悟莫及 法律是公正言明的 它维护每一个公民的利益 但是请别把这种利益 当作自己的特权 另外我们作为机动车的驾驶者 如果遇到闯红灯的行人 该停让的时候 我们还是应该停让一下 别去和他赌气 谁家没个急事呢 就算他没有急事 你们发生点什么摩擦 耽误的也是自己的事件 总之 不管是行人还是机动车 我们都要遵守交规 多为彼此想一下 遇到红灯等一等 遇到走的慢的让一让 这样就能减少很多事故 车友们说呢